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中午 一则骇人的消息等上了微博热搜 台湾演员明道的亲哥哥林明洪被发现在山林中上吊身亡 他身边还躺着另外两具遗体 分别是他38岁的妻子和12岁的孩子 三人脖子上均有勒痕 据警方透露 妻子和小孩死前并未挣扎 疑似是林明洪先将他们迷晕 用白色棉绳勒死 而后自己上吊自杀 早前 林明洪在与朋友在社交软件上聊天时 就透露过轻生的想法 他欠债千万 无力偿还 而家人长期的责怪让他只想去死 似乎惨剧的发生 与他家人的冷漠脱不了干系 新闻一出 许多人把矛头纷纷转向了明道 你有钱又有名 为什么不愿意拉哥哥一把 真相却是 明道早已人知一计 在出道后 明道就一力负担起 林明洪的所有生活和成家的费用 后来住着豪宅 开着名车的林明洪沾染上了赌博 就打着明道的名号四处借钱 宣称 我还不起 但明道不会不管的 2013年 债主就曾在明道的活动上当面催债 680万 明道悉数帮哥哥换上 2016年 哥哥再次欠下千万债务 明道被债主骚扰 威胁 任无可忍的明道表示 与哥哥划清界限 明明是因为贪念导致自己穷愧潦倒 却把责任悉数推给家人 十几年来没给妻儿带来安稳的生活 临到死还要拉上他们一起共赴黄泉 妻子何错 质子何孤 世界上比贫穷更可怕的事情是心穷 你永远不知道和心穷的男人在一起 会坠入怎样的深渊 穷不可怕 可怕的是人穷还质短 三星集团长公主李富珍和丈夫任幼崽的结合轰动一时 离婚时更是闹得沸沸扬扬 二十多年前任幼崽不过是一个保镖 李富珍不顾身份与地位的差异 与他走在一起 婚后为了让任幼崽更好地进入家族企业 岳父李健熙特意送他去麻省理工学院镀金 而任幼崽却烂泥扶不上墙 连语言这一关都没有过 还埋怨学习压力大 多次试图自杀 留学作罢 任幼崽进入家族企业中锻炼学习 按照惯例 李家所有人都必须从基层做起 他却靠着李富珍的关系 直接要了集团副经理的位置 但空降的人幼崽明显没有管理能力 可除了抱怨 他不愿做出任何改变 在他看来 自己之所以混得不好 全都是妻子太优秀的错 如果不是他太优秀 别人就不会给自己这么高的期望 自己就不会这么累 也不至于在妻子面前抬不起头 后来他甚至染上了酗酒的恶习 还对孕妻的李富珍拳打脚踢 离婚之时更是狮子大开口 向李富珍索要十二千亿离婚费 人心不足舌吞相 这句话用来形容人幼崽 实在再合适不过 洪映明说 知足者身贫而心负 贪得者身负而心贫 心穷的男人目光狭隘 他看到的永远是眼前的一方天地 明明对生活不满意 却没有改变的勇气 只等着天上掉馅饼 心穷的男人把失败归咎于社会 归咎于他人 他永远也意识不到 让他在平庸无能力翻不了身的 不是时运不济 而是他自己 物质上的贫穷可以用后天的努力来填补 心穷却是一个人一生都无法改变的劣根性 之前看过这样一个新闻 美女研究生小潘与伯某在大学相恋 尽管亲友反对 小潘依然义无反顾嫁给了没房没车 给不起彩礼的伯某 小潘的体贴却让伯某的欲望发了牙 婚后伯某心穷的本性渐渐暴露 他想要买房 就让小潘向娘家要首付 女儿刚出生 房贷还没结清 他觉得开十万元的车丢人 让小潘又是借钱又是刷信用卡 给自己买了一辆十八万元的车 后来他又想去外地创业 执意要把房子卖掉 小潘同意了 还给他借了十万的创业资金 妻子对自己无条件的支持 并没有换来伯某的感恩 他勾搭上了九五后的小三谭某 拿着卖房的二百四十五万元 出入高档酒店买奢侈品 另一边的小潘 却在为他欠下的一笔笔债款 结一锁食 后来得知真相的小潘 蜿蜿蜒取灰 选择烧探自杀 幸好被亲友及时发现救回一命 伯某知道后只问了一句 断气了吗 更让小潘心寒的是 他躺在ICU 丈夫却跑去和第三者拍了婚纱照 还大大方方地公布在社交网络上 为丈夫付出全部 最后却被一脚踢开 实在令人唏嘘 心穷的男人只知索取 把你的付出视为理所应当 直到榨干你的最后一点价值 也不会给你一丝回馈 心穷的男人 是一个永远也填不满的黑洞 他带给你只有永远借不完的债 和看不到未来的绝望 嫁给身穷的男人 苦一时 嫁给心穷的男人 苦一世 心穷的男人贪得无厌 永远不知道满足 更有甚者为了谋财 不惜亲手把枕边人送进地狱 2018年10月29日 张亦凡带妻子小潘去普及道散心 小潘怎么也想不到 眼前这个被他称为最瘦最可爱的胖子的男人 会摁着他的头将他活活腻死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张亦凡的贪欲 婚后的两年时间里 张亦凡基本处于无业状态 全靠小潘养活 结婚时 小潘娘家赔送的85万元现金 全部被他挥霍一空 他常常购买线上色情服务 出入高级酒店 每月花数万元搭赏女主播 除此之外 张亦凡的信用卡 更是欠下了几十万的债务 高额的花销和无力偿还的债务 让张亦凡把算盘 打到了深爱自己的妻子身上 六月开始 张亦凡陆陆陆续续为小潘 买了十八份保险 受益人全是自己 谋划着骗取高达三千万的保险金 直到小潘在他的哄骗下 来到普吉岛 实检报告显示 小潘生前遭受了严重的暴力 肋骨骨折 多个手指指甲折断 肝脏丝断 可查验死因为溺死 一名网友的评论 让人看得心酸 真的很难想象 他妻子临死前该有多绝望 想象一下 在得知老公要带自己去泰国旅游 在机场和旅途中多开心 却不知道身边的人正在想 该怎么把你杀掉 心穷的男人自私自利 你把他当爱人 他却把你当一块肥肉 恨不得连渣都不吐地吃抹干净 心穷的男人 欲喝难铁 他们只想靠旁门左道 一夜暴富 婚姻就是他们掠夺财富的手段之一 当他们露出本性值时 不光要你的钱 也会要了你的命 作家方盈曾说 贫穷对一个人来说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贫穷而不自知 穷而不思辨 穷而安于现状 甚至认命 女人 不要爱除了给你爱情 就一无所有的男人 心穷的男人 注定精神世界 一生都将贫瘠荒芜 你可以不物质 但不要为了不值得的人 毁掉自己灿烂而美好的人生 希望你能少吃点生活的苦 希望你不会吃到爱情的苦 希望你不无畏付出 但不无畏付出 希望你所托良人 彼此都拥有让对方过得更好的能力 希望你们的每个今天 都甜过昨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